用了三百多日籌備的兩日會議 G20峰會終於結束 在世界民眾未享受到峰會的偉大成果和貢獻之前 杭州人民終於可以過正實生活 正所謂上有天堂下有蘇行 今次的G20峰會真的沒有找錯地方 不過這個天堂是用了杭州市民大半年來的地獄生活換回來 所以都不知道是天堂還是地獄 我是強國新環者阿溫 中國離婚熱 廣州幾個區的離婚額全爆 為何這麼多人搞離婚呢 原來離婚其中一面買樓可以當首富樓 中國人真的餵樓死餵樓網 婚姻也可以不要 但有網民就這樣說 為了將來而離婚買房 此刻的離婚就是真愛 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叫什麼愛到婚來仍然是愛 還是真愛是真 總之我這些族人就不明白了 我是強國新環者阿伯奇 河南一間看守所虛報在囚人數 無領二百二十萬伙食肺 受到黨的處分 周蓉先生沒有收黨的錢就不用怕了 若然有的話 你又說五千多人為太平山破四十幾錄 又說一百八十幾萬人簽名反佔中 看投票也不是這樣一回事 周蓉先生 Blakebrother is watching you 祝你good luck 我是愛國移民顧問MJ 好 歡迎回來這一節的 強國新環者 今天我們齊人有三個人在這裡 法奇你又舒服了 去完旅行回來 休息一下 容光亂翻 你知不知道上一集沒有另外的收視率升了多少 主要是那些港法奇是非的收視率 你有沒有聽到 好 其實我去完日本 日本也是一個不錯的地方 很多人都喜歡去 我去東京 東京沒有人之前說到這麼多強國人 之前有說到很多 你是不是經常在酒店裡找泳池 沒有出去 反過程度作片 我也有走去逛街 SOP 之前有說強國人爆買 有說到多間都會選替字 我又不覺得 真的不算很多 OK 我們接下來考慮開一節 讓你講一下日本風情話 日本動作風情話 你日本回來有沒有投票 當然有 大家投票的那些 我是一些愛港人士 大家投票的結果都合心思嗎 可以,其實跟預料之中差不多 其實比例跟之前上一屆議會分別不是太大 但有很多現象走出來 例如說現在多了一些契仔越來越多 什麼契仔呢 西環契仔 一贏了就立即第一句說感謝的就是要去中聯辦貴安 已經變成這樣 之前沒有那麼疼我 之前那些人就說 阿Vin,你是不是西環契仔 那些人說不是啊,之前是這樣的 現在是說到我去西環說契仔嗎 難道去哪裏又說哪裏契仔嗎 已經扭曲了 你問我投誰 你投誰 根據選舉法 我是有權不告訴你 但都滿意的 你投一個贏不贏 我投兩個都贏的 我投了小麗和鄺俊宇 原來是熱門來的 這個投票呢 我又覺得今年大家其實是很想去策略性投票 怕你投一個浪費的票 反而有些人帶出來 本來很危的那些反而很穩 本來以為他很穩的那些就很危 我也替他擔心 真的沒有想過小麗老毛 不是小麗老四 和鄺俊宇真是彈起了 可以證明現在的網民或者實力都是大 他們很多在網絡上小麗 尤其是網絡上做得很好 他在Facebook裏面的宣傳 相對地其實你會看到很多建制派 或者未必是建制派 總之在網絡上也有針對他的見諒 你有沒有看過 很多我看過 譬如當時魚蛋革命的時候 又如何立即和革命的人去滑青 很多類似的 不知道是否叫黑材料 總之在選舉前後 我看過他們 我最想說的是那種剪接的技巧 他真是麻煩找一些高質素的人 他們很喜歡建制派那邊 建制派的宣傳的民黨是這樣的 通常是一個影片 有一個民主派的人說話 然後有一個建制派的人說話 然後K.O. 這樣就當是 建制派的人早晨 做什麼晨 K.O. 這樣就當是一個宣傳 你看是否港人港地那些 很多 他們的Page 我都不太明白為什麼 就是無論在剪接或畫面上 總會有一種比較 這個我沒有任何偏見 純粹是用一個Marketing 或者一些美學的角度去看 我總是覺得有一股肚子味 好像小小的樣子 正常 我亦都無以冒犯長者 但真的很像長輩圖 你先約為主 那時候 我記得佔領運動時 都說過 佔領運動時 很多設計的藝術品 在佔領運動時出現 其實設計和政治 其實理念有一點是一樣的 所以通常參與政治運動的人 多少都有設計的細胞 用來表達那樣東西 所以當時也有人說 其實我在哪一邊呢 很多時候有時是品味的問題 你理念那些 你也跟我說 品味真的沒得說 那邊你施煙 你真的沒得比品味 這兩天還要 這邊有桂倫尾 他的樣子 其實我覺得OK 你覺得OK 可以接受的 如果差點看他的樣子 差點看他的樣子 但他的學歷都很厲害 其實現在有個報告出來 新換血這班人 這班準議員 其實都不是準的 都是議員 大部份都是名猴 包括我們不喜歡的阿新西那個 何君堯 何君堯是黃隱的 然後其他的包括羅冠聰 那些全部都是名猴 都是名中學出來的 還有今屆 剛剛提到季倫尾 我又想起一個現象就是 今屆這些契仔契女 比往年 比往年多了很多 基本上 平均真的差不多 每一個選區都有一個 所謂契仔契女 計算之前的 很多契哥契弟 都在那裡 因為小弟 也有一些建制派的朋友 這幾天都跟他們談 還未絕交嗎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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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絕交的 我們這些是持平的 我都一而再再而三 跟他們說 接下來的趨勢 看來這班契仔契女 我想都會慢慢 越浮越上 你們這些所謂的 傳統建制派 真的要大勝十二分精神 是的 即是他們還未能分到 他們應該要維穩費 即是你們那班建制的朋友 甚麼分到維穩費 即是會不會分到有好處 或者有好處 他們本身是某些區的議員 只是收回政府的份 如果是這樣 最大問題就是 我不是說他們分不分到 而是他們接下來的生存 用完即棄 因為始終他們都 本身工聯會也好 民建聯也好 某程度上都是一個 中共在香港的代理人 現在的事情 就告訴你 那班契仔契女 相對來說 所謂的直接 直接放進去 以後 那些所謂代理人的角色 就越來越少 好像經濟一樣 我的外商可以直接在大陸下單 就沒有你香港的生存一節 我不是不需要做投資者 我是替他們擔心 你的建制朋友 是不是工聯會那邊有關係 傳統建制派 我估計 工聯會那邊有點擔心 以前香港是工人代表 比較有勢力 以前多工人 工聯會是一個頗有動員能力的團體 所以中共那時候就找工聯會幫忙 去多控制香港 或者了解香港 現在這個世代已經不同了 其實工聯會在這個世代的影響力 越來越低 所以你看到今屆 他們建制派都會來控 都在爭爺爺的資源 工聯會都會說 我的選舉為什麼會這麼差 因為資源被人搶了 雖然我們在旁邊吃花生 是挺好看的 但是很明顯 你有利用價值的時候 爺爺就要給你多些資源 但是這個是不是生存的哲學 你真的要好好看 另外一邊商 剛剛MJ提開工聯會 我想提到另一個 是一個建制派陣營 自由黨 我挺欣賞他們的 他也是傳統來說 建制派陣營入面 他在新界西發生了一件事件 我想大家都知道 有人聲稱被人恐嚇 有人在深圳裡 有些不知什麼人跟他說話 又叫他退上 又影響了某些契仔利益 這些某程度上 其實自己來紅 某程度上 某些黨派或者某些建制的陣營 其實慢慢 不知道我有沒有猜錯 慢慢可能變成舊電池 變成舊電池 基本上 我要把契仔放進來 我都要有人噴一些位置出來 那個事情 我看到他這樣發展 所以是值得留意的 值得留意的 即是這班直接 直接under 可能中聯辦的契仔 所以以為聽聽說有飯吃的人 要好好思考一下 最活生生就是王國興 你有沒有出席他 慶祝萬聖 你們彈琴 日以繼夜 夜以繼日 去數午餐肉 終於回到去數午餐肉 看到他們這些 即是王國興 我不知道 我覺得他也是建制的代表人物 看到他 我那天都很緊張 我不是很關心他能否落選 但是他跟泛民的人爭 你始終去到超區 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因為有三個人棄選 應該只剩下六個 沒錯 三建制和三 未必可以用泛民 或者用非建制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不知道 他能否當作是泛民 我們用非建制 三非建制對三建制 換言之 大家都是 二對二的局面 差最後第五個位 當時沒有想過 陶謹申會 要告急 所以為什麼有人投擴 就是因為怕他不夠票 想他頂住 以為可以 以為競爭對手 周浩頂 原來他都夠票 最後爭的是 陶謹申和王國興 不過都已經沒有辦法了 已經票以頭了 慶幸 陶謹申都順利過關 雖然今次的結果 其實很多人都覺得OK 至少守著關鍵少數 但有些現象浮出來 很令人擔心 先不論立場 也不論是鬼或不是鬼 我們不是討論這個話題 例如說一開始 選舉前 那份確認書 又或者有些提倡港獨的候選人 突然說取消資格 例如說 早幾天到選的時候 又說 有些票站多了三百票 發生什麼事 甚至我不說得太近 其實早在一年前 或者一年多前 甚至林鄭 我記得 出了聲說 和梁珍1689 希望將一些 所謂阻礙政府運作的議員 這些現象是很不健康的 例如說 政府 不應該說自己 我買哪些議員多些 我不買哪些議員多些 政府是不應該這樣做的 好 這些我當作一些倫理上的問題 其實你突然加一個確認書 說你擁不擁護基本法 你要擁護你才可以做得 其實我覺得 基本上這個 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絕對是 這個突然間改制也好 或者 disqualify 我們一些 本來一定選到的梁天琪 我們先不要論這個 大家知不知道儲害與否 理據本身是有問題的 絕對是 所以現在提出這個情情 最後會有一個發展 大家可以再密切關注一下 最令人擔心 是選舉制度的公平性 公平性 好像剛才我們節目開始之前 我們自己討論的 一個新的四次詞語 大馬停電 13年大馬選舉 無端端的票站停電 不停電之後出來多了幾百張票 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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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 香港都出街一件 這樣的情況 不用停電 是哪個票站 好像突然多了幾百張票 好像就是新界東部 張軍澳 張軍澳 這些你都會開始慢慢覺得 政治是黑暗的 我們都理解 但是你黑暗 你不要放在桌面 所以很多人都已經知道 你是眾票 你是很多 懷疑你是已經是 一屋十三勝 這些都有 這些眾票 我真的很慈平地說 當我以前不適合政治 我以前不適合政治 我都會看到這些眾票 這些行為 通常真的在建制派那邊出現 為什麼你要這樣做 你就很容易聯想到 是否因為他們不夠他支持 不夠民意支持 其實對他有沒有好處 還有他有些個案 熟真熟簡 不知道 總之收到這樣的投訴選管會 就是說正常你要用身份證 才可以去登記投票 他現在身份證副本都可以 袁黎明試過 袁黎明在Facebook 選舉辦事處的職員 確認你的身份 沒有一定要有身份證 確認你的身份 覺得是OK就OK 這個怎樣確認 就是各自演繹 回鄉卡都可以 下課就試試戴護照 如果發展到這樣 你就會覺得整個選舉 這個制度是很黑暗的 就是你會很懷疑那個 認受性和公平性 是很明顯 程序公義出問題 就是你剛才說的 比如說港獨的問題 現在港獨 越來越多人說了 又說選舉又不行 港獨我真的不理他 這件事是對還是錯 你的程序上 是否應該可以這樣做 就是你如果現在 因為你定性這件事是不對的 然後你就做一些確認書 你又說學校又不可以說 越來越多的這些插手下去 這樣的事務 那以後如果你確認 某一件事是不對的 以後唱歌就是不對的了 所有議員不可以唱歌 所有學校不可以唱歌 那又怎樣算呢 最好一個例子就是 譬如你說現在港獨 然後你說到 可能根據基本法 香港是中國不可分裂的一部分 但是好像再引伸 慢慢慢慢再一層一層引伸下去 批評政府 政府也可能是國家委託的一個不可分裂的部門 你就不可以批評政府 再引伸下去政府的某某官員 再引伸下去可能根本上你連說話去表達的自由都沒有 我退一萬步 我當真是他們違反基本法第一條 所以就DQ他們了 不讓他們去選 好了 我又想問另一個問題 我經常講一個例子 2011年的時候 他那時政府的泛民議員有一個動議 就是捍衛新聞自由 然後很多建制派投了反對票 但是根據基本法 香港人是有新聞自由的 出版自由的 那我可不可以說那班建制派議員 就是不遵從基本法 因為不遵從基本法 而全部DQ了他們 那你的邏輯一樣 就是裘正、蔡偉會 全部都是他的人 所以強國說法治 不是特別諷刺 強國很明顯 但是現在人民 很多人都會知道 你的法治基本上不是真的法治 是你有演繹法的權利 因為黨是大於法 現在香港逐漸都變成這樣 就是用回大陸那一套 就說現在這個法例 我們這樣演繹 這一次就這樣講 下一次這樣演繹 我又這樣講 是呀 還有 我忘記像去年的時候 梁美芬提過的 就說一國兩制 是不是可能出現了一個問題 其實都可能要檢討 是不是一國一制比較適合 他已經違法了基本法 是不是又可以DQ 對 究竟誰評論這個 就是誰評論你違反基本法 你說這樣違反基本法 就違反基本法 你說這樣不是就不是 那就是 比較慶幸的 就是現在我們的法治 都還算是一個獨立的 還可以的 至少要相信這件事是可以的 要不然大家完全不信任法治 這件事是很嚴重的 而且其實很坦白說 這次選舉我有去投票 我亦都有去關心 但是經過這麼多的事情之後 其實我都會覺得 其實這個立法會 我假設 就算我讓你泛民進去 是不是真的這麼有作用呢 又或者我感覺 是不是真的 會令到現在香港的情形 會比較好一點點 其實我會有少少質疑 這件事 第一就是大家剛才提到的 所謂選舉公平性 第二就是說 其實近這兩年 特區政府在玩一件事 就是 因為它本身的架構是行政主導 行政主導來說 其實很多事 基本上可以 有些事可以繞過立法會去做 但我不說這麼複雜 舉個例子 網絡23條過不了 我不是用在現有的法例 修改 不誠實 不用修改 不誠實使用電腦 基本上已經做到同一個功用 這個不誠實使用電腦 插一插八旗 我覺得應該是我踏入這十幾年 我聽過最荒謬的一個法例 其實很多法例 未必有完全的合理性 看你是使用法例的人怎樣做 我好像上一次的節目都講過 香港很久以前已經是三個人以上是非法集會 但人家是有sense去用這個法例的 我們市民亦都相信 我們今天犯法 對 理論上 我們市民亦都傾向相信 政府不會用這條法例 去無端端去 或者濫用這條法例 去告我們非法集會 我們這條法例沒有問題 好了 你現在有一條不誠實使用電腦這個法例 看看你怎樣用 如果我無端端在網上在facebook打一句 問候六八九 不支持政府的說話 和政府口徑不一致的說話 甚至我們現在還在網台 將一些論調擺上網 其實可以都過去不誠實使用電腦 這樣就出現問題了 現在基本上我們頭上都有一把刀 他可以去用這個不誠實使用電腦去起訴我們 絕對有 現在民意都不是完全無用的 大家知道他這樣做是會有問題的時候 大家就會反對 大家如果連這個反對的動作都不做 變成上台 是這樣的 這樣就出現問題了 現在我們這個節目叫做強國生還者 我恐怕很快 我變成了香港生還者 如果再這樣萎縮下去 就值得擔心 可能做不到很久 可能我們說說一下 突然說什麼事 然後就不見了 因為他們去了旅行 越來越似的 你基本上很多時候就是在說 近這幾天我看網絡 有些網民都開始說 我會不會說說一下 突然間有一個人跟我說 喂 我知道了你家人的事 你家人做什麼職業 你家人平時在哪裡出入 這些完全是強國的手法 很恐怖 出現到這麼誇張的地步 但是好像我們的金像獎 電影業的班長典禮 二東星 二東星 最應該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 先不要害怕這麼多 我們都不要自我審查 現在很多問題出現 其實未必有人恐嚇他 但有時候很多人怕自我審查 現在很多演藝界都是這樣的 很多人不敢 以前不是的 以前很多人會 就時事表達意見 現在很多人不要煩 不說就沒錯 最應該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 變了很多自我審查 變了出現問題 現在不要害怕 沒事的 說了這麼多的 這麼沉重 令到心情這麼沉重 不如說一些熱血 好 今屆其實真的很熱血 看到朱凱迪 高票當選 真的會覺得有一種 他的選舉經費本身自己也不多 是 狗狗狗眾籌 是 他可以發揮到一個 即是你會覺得原來 經常都說新界西 他應該是新界西 是新界西 沒錯 新界西的選民是比較 沒有那麼積極 沒有那麼熱心 但結果出來 你會見到 原來都有八萬多票去支持他 大家會覺得 以及看到他的 感謝宣言 會覺得很感動 很感動 我最欣賞他 第一 他是現在很流行說 政治素人 所謂的 沒有權勢 不是明星 沒有明星後應 其二就是他選那個區 我節目之前 都跟Vin和MJ聊 我說 朱凱迪最厲害的 他贏不贏都是其次 就是他夠膽在新界西這樣玩 我不是冒犯 是住在新界西的聽眾 聽說他現在好像被人說 不能回家 我反而覺得他現在選到 或者他現在 人生安全得到保障 對 已經人生安全得到保障 那你選不到 或者你沒有選 白旗 你的人生安全有保障 我不是住在新界西的 OK 我不是住在新界西的 因為那裏充滿著很多 傳統的鄉新 又或者有契仔 那裏 基本上 在同一個區 有個候選 又聲稱被人恐嚇 聲稱 其實都很多人害怕 即是三不管 說到城寨英雄 要找阿多美島 才能進去 還有朱凱迪本身 他走的路線 其實都是他維護一些鄉村的利益 或是 應該是少數的 原居民 不是鄉市派 可以這樣理解 你說鄉村的利益 就會亂相當 不是鄉市派 不是鄉市派 因為他做事 其實影響到很多鄉新 甚至一些原居民的利益 即是撤身利益 一些利害關係 所以我更加服他 有這樣的勇氣去走出來 其實真的很令人敬佩 而且是一個正面教材 即是真的做事的人 即是看到他一邊做很多抗爭 又不算是十分出名 去到學聯那些周永康 那些那麼出名的人 但都能夠選到最多票 是 很正面作用 不是只說要做很多公關的動作 才能選到的人 是的 今屆除了朱凱迪 其實有另一個人 我都覺得是一個明星 很厲害 是新界東的 就是楊柯喬 他的票數未必那麼誇張 八萬多、九萬票 未必那麼誇張 但他做的事 某程度上 他是拘捕其他泛民的參選人 一起拘捕 所謂贏就一起贏 輸就不需要 未必一起輸 新東應該拘捕了長毛 張超雄 萬必 萬必 對 有一幕我很記得 選舉論壇 我記得 他在那個環節 他是發問其他候選人 通常候選人 例如我當我是那個發問者 Awin 你甚麼甚麼都不停說你的黑材料 然後MJ 不停說你的黑材料 他不是沒有問 但他會給個位 其他 例如萬必 給個位去助攻給他 給萬必說自己的事 很難得 你在有限的時間裏面 因為每個新東都不少參選人 對 22個 你都還將一些時間給他們 去做一些 在節目裏面做一些個人的宣傳 我覺得都幾難得 互相幫助 你的問題是用來幫幫他 你怎樣看網絡有三條 有甚麼問萬必 類似 類似這樣 所以最後 如果你是泛民的粉絲 或者民主派的粉絲 我就不想說非建制 因為非建制 我們被動了 總之我當民主派也好 泛民也好 新東的成績相對來說比較好 基本上 合格 比泛民高於建制 應入的都大部份入了 相對港島 或者九龍東、九龍西 其他選區相對來說 在泛民民主派的角度 成績比較好一點 整體我覺得都OK 還有一些新面孔進去 我都期待 有青年新政兩個人 有小黎老師 這些街頭素人抗爭 然後有羅冠聰 兩大人 其實看到這個 我覺得替他們開心 兩個大人物 周永康和黃之鋒 兩個在學運的互動上 是一些大人物 兩個去幫羅冠聰去助選 我心目中看他們都是贏面大的 見到他們確實是贏了 這些都是新的衝擊 不過現在有很多說法 因為有謠言滿天飛 始終尤惠貞、梁仲恆、羅冠聰 這三個 我們不可以叫他們做泛民 孤者歸納為非建制 進去究竟會是一個怎樣的局面 因為譬如今日最新消息 又說梁仲恆拒絕參與民主派 他們內部有些飯盒會議討論 最終怎樣可能真的要 拭目以待 有另一個戰場 都可以提一提 其實立法會 其實現在這樣的局面 其實做到的事情很有限 反過來 我並非支持反對這班人 我只不過說這班人 將會很影響香港接下來的局面 就是沒得選那班 沒得選那班 接下來他們會做些什麼action 或者之後他們有些什麼動作 或者有些什麼方向去做事 其實這班所謂是街外面的人 即是議會外所謂 議會外面的人 你說的應該是梁天琦 毓民 或者沒得選那班 沒得選 不是選不到 是沒得選 沒得選 只有兩年期 還有幾個 還有幾個 這班人才是真正 令香港未來的整個社會 整個局勢有搖擺的所謂 的一班人 因為傳統來說 如果你立入建制派 不是建制派 是立入議會裏面 很多時候 反而造成衝擊未必那麼大 但如果那班有 街頭抗爭 可能的衝擊可能會更加大 總括來說 一切都源於之前的雨傘運動 現在很多的團體 都在雨傘運動之後 開始開花結果 接下來的議會 有些人說好看過這個TVB 可能好戲連場 議會外也可能會有很多新的出現 大家看看究竟是什麼情況 好 這一節差不多 我們下一節的《強角收睇指》再見 好